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这个本忘掉了 赚了一大千才发现输掉这个根本 根本不再来 有时候你面前你赢了很多 或许你得到很多 他说你不一定永久能处有 永久能处有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教育 就是要将所有的人 把它交到 他的能力能增强 再好听一点说 把它塑造成一台生产钞票的机器 所以 这种教育出来 我们会塑造太多的生产钞票的机器而已 它是一台机器 它不一定是一个人 因为人里面 一定要有人处的心 要有人处的心 这个根本如果不在 根本不在 它到最后 它一定会盲展 它是事实的证明 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 你看好事不讲不听 好坏事就一直讲一直讲 大家也很喜欢听 所以这样才造成媒体的收视率更高 每天我们都受到污染 我常常讲一下话 狗咬人 狗咬人 报纸会不会登出来 你被狗咬到会不会 报纸会不会登出来 你被狗咬到 报纸会登出来 不会 不会啦 狗咬人 报纸绝对不会登出来 狗咬人会不会正常 正常因为它是动物 它是动物 它会咬人没有错的 因为它是肉熟动物 它会咬人 但是报纸不会登出来 那如果人咬狗 报纸会不会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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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咬狗有没有正常 对你看 所以报纸登出来就是不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看你喜欢看报纸 喜欢看这些媒体 等于说你每天都在看不正常的事情 到最后你自己也不正常 就这样 你不知道 已经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对 我这次到韩国去 有一个国小二年级的小朋友 长得很胖 也长得很高 对 他真的很用心 研究 电脑游戏里面的那些打仗的那些事情 他跟我讲成这样 他说现在整个外太空 那个金刚一号 金刚一号的部队现在 那都是真的 他现在已经拥有几千乱的部队 你听他讲 你不知道是要笑还是要哭 你知道吗 他讲的 哇 都是形容的 可以说很肯定就是有 他现在把悉尼宿罪 和真实宿罪 已经怎样 分不清楚了 连他的东西 都记在哪里 他很多东西都记着 记在哪里 他讲那个地方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妈妈就在旁边一直笑而已 这个是现在的小孩 我第一次遇到 第二次遇到 对 所以 我们人也是 常常受到的这些 媒体的污染 到最后连你的道德标准 你都会不知道 你的道德标准不知道 所以人一定要 一再地强调 因缘果报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对 所以 本有没有重要 有没有重要 对 那就是人 人 你看 所有的植物 我们那个花生 一剥开 花生有两片 有两片 对不对 那两片 前面有没有一点 小小一点 那点是什么 人 对不对 没有那一点 你那一块的花生 把它丢到 种下去 它会不会长起来 不会的 那个才是根本 那我们人 如果把根本忘掉了 你说你现在 多辉煌 多藤 你读了书 有多 读了多少 读了多高 你是一个危险人物 你是个危险人物 尤其在这个诱惑力 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社会里面 没有阴影果报的观念 你很难去遵守 人的一个道德观念 那就很容易出差错 你看 又像一个人 他读了很多的书 也都读了很好 才能去考上公务人员 那你考上公务人员 你一定有固定的薪水 可以养活一家人 但是你每天 都有那个前线 可以摸到钱 甚至 人家也会孝敬你 但是如果你的 益助力不够坚定 不够坚定 你有一处的差错了 你本来一辈子 所能得到的 已经是这么多 但你这个半路上 就这么的简单 没办法去控制自己一下 是不是 整个顺败名列 之后损失是不是更大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人就是 这个人 这个人 他就是没有忍处的这个人 就是没有那个根本 就很容易出差错 所以你的心一定要有忍处的心 以意来持身 修改掉这种杀暴 淫妄 酒色 财气 贪 春 痴 这些东西 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去把它控制好 真的 你就很容易 被这些东西来缠到你的身体 那这个一缠到的时候 你就会很麻烦 就很麻烦 以礼待人 修道人本来就是这样 一个人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人一生生下来 都是要债助了别人来栽培我们才能成长的 我们吃的饭是别人种的 你穿的衣服是别人种的 我们自己做的是不多的 所以以礼相待是应该的 尤其是修道人是更加的不用再说 一定要展现出来的 以礼待人 我看 我看 看那个 一个出自内心 真诚的人 他所展现出来的礼貌 他是会将来和谐 肃然 一个人是有所卓不得其正 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礼貌 那个就给人感觉说 礼多必诈的意思 所以这个礼要展现出来的 你是真诚的 不是信念出来的 不是装出来的 所以你内心就是一定要这么去做 这么去做 你看 书女在烧香的时候 你知道谁在送毛巾吗 谁送毛巾给他擦手 谁 大声一点 不然录影机没有录到 因为前道都没有看到比较多 因为烧香是困到在那个地方 其实我们下面有很多的人才 他们也可以去这么做的 我到马来西亚去 我们的那一副领导 就坚持他一定要送毛巾给 我稍微向他送两次 他说 主持人长 你都这么做了 我当然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到你这么做 那下面就更不用再收了 那我送毛巾给书牛 我就会少一寸吗 我会比较矮吗 我不会比较矮 我会不会更高一点 对 但是你蹲得下去 你送得下去 你为什么蹲不下去 你为什么送不下去 其实就是给你的假偶 不是真正的你 假的你 把你卡住了 我们修到要少三星去四相 这四相里面其中有一相 最难修的 就是什么相 我相 我跟你说 我的个性就 我的人就这样 我就是怎样 这个我就把你卡死了 我怎样 对 为了要生活在整个团地里面 不要把我放得太重 如果把我放得太重 你的人际关系会不好 甚至你自己也会很痛苦 那你的人就 在这个人之间 本来就是要这样的 就不要把我看得太重 所以以理代理 本来就是要这样 办事就用诸位 用头脑 你住来办事 以性交友 同修之间 不要金钱往来 不要金钱往来 也不要在这里起会 为什么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欠别人的钱 欠着一千两千一万 两万十万一百万都没关系 你欠了 你和他有金钱 瓜格的时候 是金钱的问题而已 如果你在里面 如果有各方面的瓜格 来影响到这个人 没有修没有办到 我那个损数怎样 那个才是大的 多少钱 都不可能换到你的修半道 所以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 不能没有修半道 这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 因为他没有兵力 他因为受到某人的语言上 礼貌上 他是事情上 各方面 没办法满足到你 你就退到了 我那时候好可惜 那个不是用金钱 可以衡量的 可以衡量的 所以修半道 不要受到人 事物的影响 来影响到你修道 这些东西都比不上 修半道的重要 所以我想 只说避免 有这方面的往来 就才不会去出差错 以身速道 我们所展现出来的 人家都会看 就算我们送个毛巾 我也不会比较矮 董事长要不要吃饭 既然董事长吃饭 就要工作 对不对 董事长要不要吃饭 除了就要工作 除了就要工作 对 你到这个地方来 你是什么人还是一样 你站在台上讲话 你就是讲书 你坐在下面听歌 你就是学演 没有关系 下一堂会轮到你 你学来没有关系 我们还去尊重你 人就是这样 所以你所做的一切 展现出来的 人家都是会在看 话不是讲大声才有力量 是你所培养的德气 受到人家的肯定 讲出来的话就有这个力量 来 与勤建功 人的论尊 你的没低汗 没低血 每个脚步 都会建立的功德 你不要问 为什么 为谁做 都不是为什么人做 只有你做的就是为谁做 为自己做 感恩上天 感恩道散 感恩同修 有给你服务的机会 有给你服务 这时候你服务人家 感谢你 感谢你 只有你这样 会不会热忱 热忱尊诚 那是真的 你不会去应付 你把它转练想回来 想回来 所以有时候你在拜人的时候 你当个小厨长 你当个点传室员 你当个什么 只要你的后鞋里面 有人有问题的时候 身体上各方面 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那就是给你机会 这给你机会 平常 平常 没有什么好麻烦你的 没有什么好麻烦你的 有机会的时候 你帮助他 他就会 谨记在身 你看我想到四十年前 我妈妈归空的时候 我那时候才读高中 帮忙我的人 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 我还什么人 帮忙我什么 我现在立立帮目 那在目 我非常清楚 那一目 就那一段 那几天 帮忙过我的人 到现在 我还非常地清楚 那个时候就是 我们最 环境最差 最悲伤的时候 这些人来帮助我们 我们就立立在目 所以说 羽群就能建功 羽群就能建功 你看那一眼 你看看 骑个摩托车 一次的嫌弃 才花了几毛钱 就可以当 直辖宿的一眼 就做出来的 一滴 一滴汉 一脚步 就建立了一个功 累积了那个德气 就受到捆定 也不要说他是一眼 他今天还是坐这里上课 每个礼拜还是陪你们一眼上课 是不是 还是个血眼 人就是这样 他就比较矮吗 没有 好像一百八十几 还是很高 还是很高 不会矮掉 绝对不会矮掉的